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大家可能要关注一下 那今天我们来回顾一下昨天晚上华世界到底做了什么东西 其实也没有什么大动作 因为是在做假期的前一天一般的话 行情会比较淡一点点 所以昨天也是股市是先跌后涨 所以变成了它的收盘价也没有离开 这个星期三的收盘价太过远 那总之 总而言之我们看到这个礼拜 我们看到道久最高了到33,635点左右 然后就在那边卡住两天 那今天你没有开盘 所以下一个开盘的时间就是星期一 所以星期一因为经过这么多天 很多东西都可能会发生 所以我觉得相比的话 风险是相比的话比较高一点点 所以我也不奇怪 如果是星期一的话 行情有一点 有一个比较大的波动 所以大家可能要关注一下 那基本上今天的分析跟昨天没什么两样 基本上还是看到如果行情有跌的话 应该 道琼应该在可能在这个回调50%的这个价位 就是从那个三月底 三月中 道琼来到31430点左右 来到这个月份的最高点 33635点左右 所以它的中间点是在32720点 如果行情有跌的话 可能最靠近的一个 可能会支撑的这个行情的一个价位 就在32720点 OK 可是我也不会买 因为我觉得风险相比的话 是比较高一点点 OK 那个S&P500呢 也是一样 它从那个三月中3808点 一直跑到4133点 然后基本上是有三波浪的 很完整的一个比率 来到非常非常靠近我的目标点 在4140点 那可是它没办法往上走 所以短期里面应该如果有回调的话 也是应该在它的这个中间点里面 可是这个中间点 从这个3909点开始算 OK 应该是420点左右 短期里面应该也是最靠近的一个支撑点 应该在这边 可是我们看到 最近的高点就比之前的低 所以变成我觉得这个行情有点 毛毛的 如果要做多的话 我觉得也不是 也不是不可以 可是我本身是不会做 OK 那个纳斯达呢 自从来到13204点左右 就在这边卡住了 昨天是有一点回调 那我们知道 昨天它的回调度 不是昨天前天的回调度 比道琼跟S&P是有点大一点点 因为它跌幅有1% 所以今天它 昨天晚上它回调 基本上是追上刀琼跟S&P500的一个跌幅 所以也没什么大动作 最靠近的一个支撑点 也是一个50%的一个点 就是从11700点到13205点的价位 那个中金点在12400 大概50点左右 OK 所以这个也是短期的一个支撑点 可是我讲过了 我对美国股市抱着一个不乐观的一个看法 所以我也不敢再追 所以大家也可以拿来做参考 今天日经有开盘了 今天日经 可是行情非常非常淡 我们看到行情在昨天来到最高 最低位置是27428点 然后今天有一点点的一个反弹 可是不大 基本上我认为它跌的一个可能性 相比的话比较高一点点 就从它来到28735点 它这个跌幅可能会造成 多一个跌幅跌破26633点左右 来到26180点 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可能性 OK 这可以考虑一下 那今天恒生就没开盘了 因为香港是跟注之前的一个 英国的一个 它的休假的一个 所谓跟注西方国家这么讲 OK 所以这个复活节 它在香港也是有被庆祝的 所以短期内 今天没有开盘 所以这个是昨天的一个行情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大动作 行情靠近我的那个目标点 在28800点 就在这边卡住了 下个礼拜就是继续观看 OK 我觉得跌的可能性是有的 OK 这个中国大陆 当然是没有没有庆祝复活节 所以呢 今天有营业 那今天的早上呢 它来到4131点 OK 非常非常高近我这个目标 这个4167点半 OK 短期里面它还是可能会在这边卡住 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那个能源市场呢 昨天呢也没什么大动作 这个礼拜呢 那星期二的时候呢 那81块7毛半 就在这边卡住 回短期里面 它应该会有个回调 然后理想的话 回调到77块4毛半左右 我在这个校园呢 在等待它来临 如果有的话 我准备在这边 在这个空间里面 就是这个75块到77块半左右呢 我是很乐意去做多 因为我觉得这个涨幅还没做完呢 我们看看那个黄金吧 黄金昨天也是有一点回调 一般的话 这个三角形的一个形状呢 一般的话 它的回调的力度非常非常的浅 可是这次因为有假期嘛 所以变成呢 大家就比较谨慎一点点 之前做多的 应该是有趋续的 开始获利离场 然后呢再观看 所以导致呢 行情有一点点衰退 所以呢这个衰退 我认为 如果还可以继续的往下走的话 到2000块 我觉得这个是蛮不错的一个位置 可以继续的加仓 我原本是在1960块 已经做多了 可是如果行情可以来到2000块呢 我也很乐意 在这边挂一个多单 来看看能不能再继续的往上走 我的目标目前呢 是在6069块 可是呢我在6060块 我已经要准备离场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够了 那赢这一块呢 没有什么大回调 来到25块1毛4的时候呢 这个是星期三 然后呢 这几天在这边盘 OK 可是呢我看到行情呢 好像要继续的往上走了 所以今天因为没有盘 所以行情就比较淡一点点 所以大家可以观看一下 OK 可是现货黄金还有继续的运作 所以可能如果有比较特殊的一个新闻 它可能也会刺激这个贵金属 包括黄金跟银 我讲的是现货 OK 那我们看看那个美元指数 当然美元指数今天没有开盘 OK 所以行情可能短期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反弹 我是认为应该是10218左右 因为它的上面的幅度不是很大 因为它这个跌幅看起来还没走完 可能还会继续的跌破10109 所以短期里面还是去看空的一个 可能性会比较高一点点 那外汇市场那边 我们看到英镑这次来到1.2525 就没有继续涨了 所以昨天它有来到这个1.2413 也是我认为短期的一个目标的一个点 这个价位在1.24到1.2430左右 昨天最低来到1.2413 所以基本上已经来到我的空间里面 这边可以考虑做多 因为短期里面这个涨幅从1.18 看起来还没走完 可能上面还有一点点空间 所以这个也可以考虑 那同样的欧元兑美元也是来到最高的1.08 对1.0973左右 然后就回调 回调这个力度 刚好是我是在这边挂单 在这边考虑要做多 因为我之前是做空 所以我在这边已经砍仓 然后在这边准备买它涨就对了 因为美元的跌幅看起来还没走完 所以上面一定还有一点空间 所以这个价位是1.0880到1.09 所以这个20点的空间里面 行情也来到最低价位来到1.0885 OK也符合了 奥币相比的话 我觉得空间不大 它已经开始跌了 行情最高来到0.6790 然后一直跌 我觉得它可能会继续的跌到0.6565 所以下面空间不是很大 所以这个价位不适合做多 也不适合做空 相比的话 我觉得可以做空的应该是美元对日币 美元对日币继续的反弹 从130.63 一直跑到昨天的最高点在131.93 它可能上面还有一点点空间 理想的话来到132.20到132.60左右 我觉得这个空间可以考虑 看看有没有机会再继续做空 我原本已经做空了 所以我在这边是想要加仓 因为我觉得129.60应该是没办法成 可能会跌破 我的目标基本上是在125.50左右 125.50就是我目前这个目标 美元对加币短期里面有反弹 基本上它的反弹力度看起来是没什么力 所以行情已经来到这个框架 就是135.50的框架 我觉得是应该有机会做空 顶多再给大家 如果是要继续往上走的话 应该上面的空间是135.50到135.60左右 然后我觉得135.50应该会再来多一次 可能也会突破 在比特币行情是非常非常的 但几乎是没有什么心跳了 我们看到这个已经超过两个礼拜 它还在这个2万8的空间里面在这边徘徊 所以上面空间是2万9千4百块 下面空间应该是2万6千6百50块 所以它在这个3千多块的一个空间里 下面徘徊 目前是在中间点 应该短期里面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波动 可是相比的话 我们看到它的这个涨幅看起来非常稳 因为也没有空单出现 我觉得如果它有跌的话 应该来到2万6千3百30块左右 在这个价位里面 应该会看到一些多单出现 好了 今天就到此为止 也祝大家复活节快乐 我们下个礼拜一再见 拜拜